美国准备将俄乌战争欧洲化 建议美国不妨回顾一下越战的历史 随着美国内部政治恶斗愈演愈烈 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 再想从美国得到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只怕是越来越困难 美国上一任众议长麦卡锡 刚刚因为向民主党妥协而被罢免 目前谁来接替众议长的 还没有定论 前总统特朗普的自告奋勇 想做上这把美国政治第三的金交易 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 实现的可能性还真不小 无论谁来接替麦卡锡 只要他是个共和党人 就绝不会再与民主党做任何妥协了 前面即使是麦卡锡的妥协 也是用放弃乌克兰作为代价的 拜登一度要求向乌克兰提供 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但是在众议院刚刚通过的 政府临时预算案中 完全没有考虑乌克兰问题 拜登不得不向乌克兰和北约盟国保证 会发起单独的投票来批准这笔钱 但是共和党吃个一次亏 是绝不会再吃第二遍亏了 看来乌克兰想要得到美国的援助 是悬而又悬 乌克兰反攻失败也是美国无法再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本人极其反对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得到的支持力越来越高 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最近发表评论说 没有现实的基础相信乌克兰有能力实现其既定的战力目标 夺回自己先前的所有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乌克兰发动反攻以来 夺取的讹战区不到总面积的0.25% 整个前线没什么大的变动 反攻才达了两个星期 就有20%的重武器就损失掉了 而且乌克兰军队伤亡惨重 美国的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一直反对乌克兰战争 因此被长期边缘化 这一次他终于出了一口气 米尔斯·海默写道 看看双方的阵容 再看看陆战的历史 乌克兰军人没有任何机会打败俄罗斯军队 实现乌克兰的政治目标 这样的舆论变化 是不是意味着西方打算转向外交解决方案 虽然普京反复的表示 自己随时欢迎和谈 但是经济学人还是报道 弗拉吉米尔普京 没有表现出想要谈判的迹象 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不想谈 而是西方不想谈 如今俄罗斯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 这个时候进行谈判 肯定谈不出西方想要的结果来 美国还有一些利益集团 从乌克兰战争里面赚到了很大的便宜 他们是希望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比如说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米奇 迈康奈尔曾经这么说 反对俄罗斯不是慈善 这是对补充美国武器库的直解投资 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武器 使美国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罗门萨尔说的更露骨 用不到军费开支的3% 就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降低了一半 而且没有一个美国军人受伤 还有比这更核散的投资吗 既然援助给不出去 仗还要继续打 那美国民主党势力有什么办法呢 这就是准备把战争交给欧洲的北约国家 让他们去主导打这场魔人的消耗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公开表示 必须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在未来的几年里 欧洲要在军队建设和财政规划当中 充分考虑这样的需求 德国看起来已经接过了指挥棒 大量的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欧洲国家的外长们也纷纷前往基辅 表示自己的支持 那么交由欧洲人来主导乌克兰战争 能长期打得下去 并且符合美国的利益吗 恐怕很困难 首先从物质的角度来说 欧洲是不具备这个实力的 俄罗斯目前的弹药产量是西方的七倍 在常规兵力方面战亦绝对的优势 更不要说核武器和远程导弹 至于乌克兰用无人机 无人艇和西方精确制导武器 袭击俄罗斯的后方 虽然制造了不少的新闻 但是对军事实力的平衡毫无影响 其次 欧洲国家也没有继续战争的政治诉求 这些国家是被美国逼着加入乌克兰战争的 德国为此还损失了北溪天然气管道 一旦美国抽身离开 欧洲的反战情绪立马就会爆发 哪怕冯德兰恩这样的代理人 也无法挡住滔滔的民意 德国虽然在整顿军备 但更多的是为了自保 拜登政府要是想隔岸关火 不妨读一读越战的历史 1975年美国政府决定退出越南 让南越政权自己去打 但是美国战领军刚刚逃出西贡 南越政权立刻就土崩瓦解 如果俄罗斯采取民智的态度 推翻泽连斯基政府之后 就设法寻求和平 那么战争不但会很快的接触 而且整个欧洲大陆都会大大的松一口气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